一个妙传上篮得分 竟用传统篮谈盛世 第31届公园杯篮球赛 9月期陆续开打 虽然因为疫情关系 参赛队伍较少 不过还是有40队参赛 经过68个场次激烈竞赛 5组的名次出炉 其中涉男壮年组 由社会篮球协会完成5年吧 由于各队实力相近 有12场胜负分差距在2分内 也创下记录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比赛地点改到 台电协和电场室内篮球场 参赛球员也希望 能重新回到主场 中正公园篮球场进行 谢谢李光华理事长 每次每年每场比赛都奔波 然后很劳累的为我们安排了好的比赛 然后为我们安排在这个室内场地 那也希望 政府机关能够多多重视 我们这个比赛 然后让我们有更好的环境 能参加比赛 那希望公园杯的活动 能希望再回到主场 我们的公园的地方来打球 让大家能有更多更好的环境 那希望这里很多重视 这种业余的比赛 对此主办单位 金融市社会篮球协会方面宣布 如果疫情持续和缓 甚至消失 明年公园杯篮球赛将回到 中正公园篮球场开打 金融市社会篮球协会方面表示 金融篮球人口众多 除了将持续举办联盟杯 公园杯等篮球赛活动 提供民众切磋球技的机会 也希望金融市政府 重视建制更多篮球场地 提升金融基层篮球实力 也让更多人享受打球的乐趣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